在一起多久了 22年 结婚22年 真正在一起比这还要久 我们是92年偷偷谈的领儿 因为咱们家是在农村里面 山里面 每一年就说靠茶剂 维生 采完茶过后 咱们就说要出来做事情 给她哥哥家当书员 那时候我哥哥家办公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勤快 经常给我端饭啊 打洗点水啊 就带着我帮我奶奶照顾 但那个时候没有往那方面想 怎么就产生了这个情感啊 反正我主动 我听说是一开始的程大哥 还张罗着给你介绍对象了是吗 叫我去相亲跟人家相亲 我就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回来过后呢 就是在她那个房间里啊 就跟她说笑 然后说今天相亲怎么怎么怎么的 最后你是不是坦白了 我相亲那么多回不成就 因为我其实看上的是你 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啊 那后来怎么跟父母说通了工作的 就感觉就毫不容易在一起啊 那我的证明 我跟她在一起可以生活 这样可以走下去 那时候我体重只有四十公斤 然后女生给我下的地是活不过三年 那时候就像个老头 然后并发症 去过有六个 她身边六个孩子 六个卢穿六个洞 每天要换好几次药 所以她是见证了整个这一路走来的所有过程 最苦最惨的时候 没有她 我们让我们的伙子 能从木的草都老惨了 让程太太爱上程先生的 是她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平常我们通讯啊都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跟太太好好表达一下 我不说 其实大家都能明白 因为至少我当初 我都没想过 我能娶到她 娶到她过后 我也没想过 她能跟我一年还是两年 真的没想过 也不敢想 我内心真的不强大 要强大我会自杀 要强大我会向她求爱 我也觉得她可爱 我也觉得她善良 我家人都失望她 到目前 走过了22年 谢谢老婆 你们俩别坐一啊 可以拥抱好吧 谢谢老婆 陈太太摸了摸爱人的头啊 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中 陈先生今天来到我们幸福来校面 是带着心愿的啊 对 请您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吧 来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能够开办网络课堂 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走出家门 好 谢谢 来 请回 什么样的网络课堂呢 把我们这么多年办的活动 我们的视频啊 照片啊 通过直播这种方式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相信你是想把你自己走出来的 这些经历 和把你周围的残疾人朋友 走出来的这些经历 告诉他们 说你看我们那么严重的成绩 我们都能走出来 都能像一个正常人家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行动特别好 那说我们能帮你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会成为义务宣传员 谢谢 谢谢 陈先生 今天如果打开电视看到了陈健 他在跟我们讲出了他的人生 包括他的轮影黄山形 无论您是一个健全的 还是一个有一些身体障碍的朋友 不要让自己困顿在我们设定的这个困境中 一定要走出来 去感受生命 感受幸福 像我们成健和他的爱人一样